那我们就来聊一聊 陈宗雁当时跟王校伟 就业者这个斗哥 两人之间电话密语 有什么样特别的术语呢 好 我们整理的一部分 我们来看到 先来跟大家讲 在陈宗雁跟王校伟 就是所谓斗哥呢 两人之间的 在电话里面的称呼呢 都互称为同学 那我们看在2012年的 12月1号晚间9点半 是陈宗雁打电话出去的 那么陈就问了 同学方便找朋友吗 王就说 那我来问一下状况 这里的朋友指的 就是酒店小姐 好 那2012年的12月26号呢 王校伟打给陈宗雁 那王就问了 同学你什么时候有空 陈说呢大约20分钟后 那王就说 那我们就约在家美 家美就是酒店名 好 2012年的12月27号呢 是酒店经理恰恰 打电话给王校伟 恰恰就问了 今天勾出那个秀钱 是从我们这边出的吗 对 算老板的 好 勾出什么意思 也就是呢 找酒店小姐出去的时间 叫做勾出 秀钱就是指这个价嘛 那么C就讲了 对 写陈董老板就知道了 王就说对 写陈董老板就知道了 现在你也知道了 陈董是谁 陈宗雁 好 再来2013年的1月25号呢 晚接的11点09分 陈宗雁打电话给王校伟 王就问 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吗 陈就说有 王说要找朋友吗 那么隔壁几分钟呢 陈再打给王 那王就问啦 你 那你人在哪里 陈就说呢 你跟他们说 我在林森跟东门 王就说好 那到的话呢 我会请人带过去 2013年10月3号的晚间 9点18分呢 是这个酒店经理恰恰呢 打给王 请王来指示 那么恰恰就问 豆哥 王就讲啦 同样一个朋友啦 陈董他要一个 那么在晚间 同一天的晚间 11点51分 王就讲了 刚刚是不是有一个同学出去了 你问一下 那个妹妹叫什么 恰恰就说 她叫做爱家 王就说 这个人土土的家就对了吗 恰恰说对 爱家要干嘛 恰恰呢 就说没有 应该是王啦 王应该说没有 是同学在问 就是继小云之后啦 可能当天小云没有空 所以呢 陈呢 就在点名了爱家 那再看到是 2013年的11月9号 当时是晚间的9点16分 是酒店经纪恰恰打给王 那王就问啦 要跟那个女生说哦 不要收钱 也不要问太多 恰恰说我知道了 因为呢 现在有人报 这个陈董呢 他是喜欢的女生的特性是什么 除了外表身材要有之外呢 最重要的是 不要乱嚼舌根 不要八卦 好那我们就来看啦 爆料者呢 吹哨者呢 为什么特别给这个菜鸟立委 陈婉 陈婉惠呢 还记得吗 陈婉惠他去年是参加宜兰 参选宜兰县长 当时呢 他开了记者会 对蓝对绿 他都有所揭闭 那可能是因为吹哨者呢 看到他 蛮敢讲的 也蛮敢打的 所以呢就把资料给他 那么时代力量的总招呢 邱显志 他今天要告诉大家 说早上呢 也有一个黑鹰人呢 丢了一包东西 就往他们党团的办公室一送 发现里面呢 也就是厚厚的 一本的译文 那邱显志想要问的是 这些译文 很明显的嘛 就来自于你们检查 检查 检查官那边嘛 就从你们检查那边 流露出来的嘛 所以现在台湾的司法跟检方 已经是融为你们 民进党的打手吗 打为异己的工具吗 这太离谱了吧 是不是应该 好好的来查一查 甚至呢 在立法院 你要成立一个专案小组 来查一查到底 行政院 或者是在司法部这边 到底有没有出现 什么样的问题存在 好那进一步来了解 这个王少伟 人称斗哥的 他到底是谁呢 他是在当兵的时候呢 认识了一个酒店业子 欧哥 欧哥是连横的一个代号 欧哥 那因为呢 斗哥呢 他的政商能力 公关能力很好呢 所以呢 就跟着斗哥开始去打天下 成为欧哥的得力助手 那欧哥呢 因为犯下了妨碍风化之后呢 也开始想要表白 做一些事情 所以呢 他把大量的酒店股份给抛售了 成立的重续的是光电业 想要借此来表白 不过斗哥呢 这几年也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默默的隐退了 那刚刚讲嘛 斗哥呢 黑白两道都认识 人面很广 就来看到在今年的一月十六号 当时黄伟哲呢 出席的是普济灯会点灯 那当时呢 斗哥也在现场 在这一篇的 新闻稿当中 而且是你看 八部单位 台南市政府 他的新闻稿当中 还特别写下 称王校伟是贵宾 所以是 黄伟哲也认识他吗 好 那台南市政府高前就讲啦 这不是市府邀约的 所以呢 黄伟哲根本不认识什么斗哥 好 目前则是台南市政府 要跟斗哥来做一个切割 好那这个译本的关系呢 现在是有人把它翻译出来了 那么其实呢 当时是要来查啦 刚不是讲了吗 其实一开始是要查斗哥呢 到底有没有涉嫌妨碍风化 结果一查 发现了 陈宗燕也在里面 所以呢 他们就挂线监梯 来看看的是 那到底这个陈宗燕呢 跟这个业者 酒店业者呢 有没有所谓的行贿的部分 以及他们两个到底有没有什么的对价关系 那很可惜 线到了一半就结束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听听看的是这个陈宛慧 当时接到译本的情况 监察理由上面 当然讲了很多 他们监听的其他的事项 但是呢 在这个监听的这个理由 结束之后呢 他因为这个检察官 觉得可能还有继续 需要监听的这个需求 所以他提出了 继续监察之理由 这里面呢 有一点提到 又于本次监察期间发现 该0921 就是我昨天公布的那只手机 系由台南市政府 新闻及国际关心处处长 陈宗燕持有 而陈宗燕于本署监控期间 多次与豆哥联系至店内消费 原判陈宗燕长期有接受业者 招待之陆席 而有本次监控内容已关 豆哥当有求于陈宗燕 而陈宗燕亦亦允诺帮忙 为厘清 这等这样的一个性招待的往来 知对驾细节 网络媒体 林传媒呢 昨天抢先报 说这个陈宗燕呢 过去在担任台南市政府 期间的官员的时候呢 就接受到业者的性招待 当时引发了大震撼 到目前为止还是 那么事件引发之后呢 网友立刻就到了 林传媒的官网去看 发现目前是大当机 网页完全空白 难道是被和泄了吗 这个众多的政治评论员呢 都说啊 这个爆料事件 跟绿营内斗 似乎是有关系的哦 那么时隔了十一年 才爆出说 陈宗燕当时啊 在台南市政府的时候呢 被招待喝花酒 被招待性招待等等 名嘴呢 说这一定是有备而来的 因为剑职的目标是赖清德 因为陈宗燕呢 是赖清德的嫡系子弟兵 当年赖清德 在担任台南市长的时候呢 他就一路跟着他是以赖为尊 有莱茵德立委就分析 因为赖清德当上了党主席之后呢 大力改革 但力道过猛 他连杀了邱莉莉 林志坚 黄成国这三个人 导致绿营内斗 所以现在是阴系的人马大反扑 有戴小姐出场 陈宗燕经报 11年前喝花酒接受性招待 丑闻通通被翻出来 火速辞官 资深媒体人黄阳明分心 简听一文 对话截图相关证物流出 而且手机门号相同 显然这一枪是有备而来 目标实际上就是陈宗燕 当时的老板赖清德 翻开过去陈宗燕的资历 一路跟着赖清德 2010年赖清德担任台南市长 他被委任台南市府民政局长 后来还接新闻处长 堪称是赖清德嫡系子弟兵 外界看来他对赖清德的指令 使命必达 以赖为尊 在当市议员 后来当新闻处长 这个其实都是地方的小官 没有想到后来赖清德 一路上去 他跟着积权升天 居然在台南市政府里头 然后这么的嚣张 这么的离谱 到底这个习惯 有没有带到中央 时隔11年丑闻才被挖出来 有人说是因为赖清德 上任党主席之后 进行党内改革 要排黑解决学伦问题 连杀邱丽丽丽丽 致坚和黄成国三个人 导致反赖系绝地大反扑 明事件是小英男孩 黄成国小英到哪里 都站在旁边的 都是小英最亲的人 等于是说慢慢的 有计划的 要把小英所留下来的 这些包袱清理干净 那才不会碍到赖清德 问鼎大位之路 今天英系也不是吃素的 让你这样砍下去还得了 会不会陈宗燕这件事情 就是一个回马腔呢 英系人马大反扑 会在酝酿 成见人出来对抗赖清德 迪系子弟兵深陷丑闻秒下台 接下来还有多少位爆弹 恐怕也为赖清德 前进2024之路增填贬数 记得张昭彭林佩杰台北报道 可是会让免疫力低下代谢不平衡 皮肤状况变差 旺旺推出的梦梦水 就是要解决 大家烦恼的好帮手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也欢迎大家扫 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点购网站订购 黄桃风味酸甜好喝